有時間在網上認識朋友嗎 有 有的 其實你認識到嗎 認識到 有約出來見過嗎 一、兩次 但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會 你覺得現在是否大趨勢 在網上認識或是應用程式 也是,比較方便 你覺得為何這個世界特別多 一來多了不同的社交媒體 以及有不同的應用程式 是… 二來可能這個世代想快一點 是… 港口快一點,應用程式會快一點 你覺得要交保證金的配對 你覺得是怎樣的 有這個嗎?我不知道 我覺得也很糟糕 人家只是付月費而已 你又付保證金 那多少錢? 很貴的 幾百美金… 幾百美金?那不好了 那我就讓應用程式騙錢 不是讓那個人騙錢 果然是成功 正所謂寂寞難耐 現今世代,網上情願 絕對是很平常的事 但是交友的時候 最好還是保持理智 否則,好易被美式迷惑 而跌入陷阱之中 有事主就聯絡我們 就說自己是付出真心事 慘租行遍 元氣 當時我自己在個批凸 這個平台裡面 看到一個女生 很漂亮 她亦找了自己的WhatsApp電話號碼 於是我透過她的電話號碼 聯絡這些人 在這個過程中 他第一步就跟我說 就要我去這個叫XXX.com 這個平台裡面進行一個約會 他就聲稱這個網站 是非常有保障的 保障大家約會的 陳先生說 在網站登記做普通會員 是不用付錢 但如果想跟女生繼續聊天 就要付錢做付費會員 所以為了見情人一面 就給了200元港幣登記 我就想預約和這個女生有一個約會 申請約會 突然間客服就跟我說 如果你想和這個女生申請約會 你就需要交一個500元的保證金 這個500元是一個美金 裡面有一個叫保障金的制度 如果其中一方可能是約會過程中 如果沒有約會出去的話 對, 手承諾那一方就可以得到對方的保障金 於是我就覺得好像很有道理 所以我最後就進去裡面 註冊了一個戶口 陳先生透過虛弦銀行給了這筆保證金 原本打算終於可以得上所願見美人 誰知道平台說那個女生 在上次跟其他男性約會的時候遲到 所以要額外給多980元美金的保證金 才可以跟對方繼續約會 你有沒有懷疑過 為何對方的女生爽約 你也要付保證金呢 從付錢那刻我也是有懷疑的 但我自己在跟她的通訊溝通中 我覺得其實她也說自己沒有那麼多錢 也想不到上一個男生 突然之間會舉報她 說了很多不同的例子出來 那一刻我就會覺得可能她真的不夠錢 我突然之間遇上這些事情 所以我也繼續保持她付錢 之後平台聲稱 由於雙方保證金的金額不一致 要求陳先生再支付兩次980元美金 去平衡上方的保證金 結果陳先生總共進入了港幣28000元 都未能夠成功跟對方會面 她要求退回保證金 最後她說合共有大約三萬多至四萬 就說是可以讓我去提現的 但是如果你要成功提現的話 你就要再去交提現的費用 因為她說這間公司是美國那邊的銀行 額外再交一千七百多美金 直到這一刻 陳先生終於認清對方是詐騙集團 事後她在網上找到不少相關案例 甚至遍佈海外 好,19號短短三個小時內 被人騙到這筆金額 其實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見過 這個女生一面 她穿了一些很性感的服裝 一些姿勢 但好像是沒露樣子 沒露樣子嗎 她只拍了她身體的部分 即是令她的身材吸引了 是 那有沒有聽過坊間 有些配對應用程式需要交保證金 一般正規的配對公司 是不會收取保證金的 因為始終愛情都是你情我緣的東西 很難保證對方和自己是想發展的 那配對公司的責任 其實就是提供一些適合她的人 亦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 他們見面、互動 建立一個最好的第一印象 其實市民用這些交友平台的時候 需要注意些什麼呢 要找一間可靠的配對公司 有幾樣東西要看 首先就是要看他們的網站 或者是社交平台 會不會有一些成功個案 或者是活動照片 可以讓大家提到 第二樣東西 就是大家一定要親自上那些配對公司 看看 最好就是選一些有實體地址 以及真人會見面的公司 我們再看看市主上的這個交友網站 其實是十分簡陋 進去, 它更加會自動彈出信息 要求我們儲值 金額由35至980元美金不等 而網站上雖然不乏性感美女圖像 但更多的是黑服頭像 即使我們按進去美女頭像 裡面只有圖片 資訊欄近乎空白 完全不像一個運作中的交友平台 而根據網站所顯示的地址 是位於灣仔某大廈的106樓 什麼灣仔區 有座新興的摩天大廈嗎 我們決定去實地調查 106樓 是嗎? 我想問 這裡最高多少樓? 我們26樓 那間叫… 你有沒有聽過? 我還沒聽過 可以看到網站上的地址是虛構 於是我們根據陳先生的過數紀錄 去追查 發現售款戶口是用另一個名稱 我們在網上搜尋相關字眼 發現那個戶口名稱 疑似是一個直播交友平台 而且在台灣涉及詐騙案件 所以我們亦根據網站地址去查探 到達現場,發現該地址閉門深鎖 而門牌亦跟網站上的名稱不相符 我們按個鐘吧 現在的鐘是沒有聲音的 下面這個電子鐘也是沒有聲音的 而且雖然它寫暫時離開鐘 不過根據門口所擺放的信件 應該有一段時間沒有回來 所以我們找不到負責人 可以交代這件事了 之後我們根據網頁所提供的中文名 找到他們公司註冊地址位於佐敦 事緣有人在交友網站被騙錢 而那間公司登記地址是你們的 想問你們的公司本身是甚麼類型的公司 是嗎?是甚麼公司 你們本身是一間甚麼公司 我是秘書公司 秘書公司嗎 有些人會上網看哪間秘書公司 用了地址的控制 即有機會是這樣的… 有,有用地址公開的 明白,有試過以前也有被導用嗎 也有… 試過在甚麼公司導用過 試過有些…不清楚 聽說那些美容公司也有 有沒有犯法禁止這個情況 還是怎樣 如果它進入一指,我們無法禁止 對…等於我知道你家的地址 我用了來做 那你也愛我婆婆 我的信都是記起你 我們去信公司註冊處 查詢有關註冊地址的詳情 他們說現時條例 並沒有限制同一地址 不可以多予一間公司註冊 目前公司註冊處 不會就個別案件作出評論 由於可能涉及刑事成分 有關個案 已經轉交警方作適當跟進 而事主在8月時 竟去而銀行申請交易爭議 經過兩個月的時間 直至近期 終於收到銀行通知申請成功 可以拿回所有被騙的款項 可以說是收拾身材